南投人关心南投市 欢迎收看县政新闻 9月28日是教师节 南投县政府在普里镇昭平宫玉化堂 举办纪念大臣至圣先师孔子 2571周年诞辰试殿典礼 由县长林明珍担任正宪官 由于疫情的关系 今年的祭孔规模缩小 取消六亿五级官礼 但典礼依旧是遵循古礼 过程庄严隆重 中古奇名乐生不错 在普里镇昭平宫玉化堂种植室的协助 以及红人国中国乐团的演奏之下 纪念大臣至圣先师孔子 2571周年圣诞试殿典礼顺利进行 由于防疫避免群聚传染的疑律 今年祭孔规模缩小了许多 但不失典礼的庄重与树木 因为疫情关系 我们今年的祭孔不行三县礼 因为行三县礼 一下子要200个人以上 所以我们就改为室内 请县长当正室官 那么几位官员请他们来当分县官 都是在里面祭拜 那么走廊上只有四五位的陪祭官 所以比较简单一点 但是看起来还是蛮隆重的 对至圣先师孔子 我们也是很诚意地在后拜 我看最后的目的这样就可以了 县长李明珍担任正宪官 率领县府团队以及各界代表之际 经由县里表达对于至圣先师的敬意 透过注文感谢至圣先师孔子 奠定大中华的教育基础 那么我们南投县各界 在埔里孔子庙 隆重简单隆重地举行祭典 那么孔子他可以说对我们人类 对中国的文化教育 奠下非常良好的基础 所以有孔子的创造我们的文化 在教学各方面都是孔子率先 在2571年之前就已经垫下了非常良好的基础 所以我们今天在这边庆祝孔子诞辰祭典日 2571年是非常的感念 孔子对我们文化的历史的贡献 由于疫情防疫的因素 今年南投县季孔市殿典礼 取消了县生礼以及六亿五 也不鼓励民众到场观礼 落实各项防疫措施 市殿典礼不仅延续传承鼓励 同时也兼顾全体知识人员的健康及安全 记者张东仁 普立正采访报道